在2017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 捏造陷阱牛头人 该翻完美诠释的老实人 在恋爱中到底会受到怎样的欺负 剧情离极且尺度超大 刚喜邮真和水柯营 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到现在两人也还是邻居 可是小时候那温顺短多的阿盈 却在长大后成了一个无情的恋爱机器 他谈过的恋爱数不胜数 而邮真则是恋爱初学者 在前不久刚谈了一个男友五天 对恋爱的懵懂无知 让邮真在初次约会上竟叫上了阿盈 一方便在不懂的时候紧急求救 阿盈现在也有一个很帅的男友藤原 这个男人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他不喜欢女生 可是却喜欢跟女生为爱鼓掌 本以为藤原会先看上邮真 结果在这次此等约会中 阿盈竟趁人不注意主动了拨起邮真 从没有尝试过这种触感的邮真 嘴上虽然说着不要 但身体却也没有拒绝 而阿盈则美名其约 说是提前帮邮真预先练习 等约会结束后 两对情侣就这样各回各家 吴田不理解为什么约会 还要叫上别人 还以为是邮真害怕自己会做什么坏事 但邮真却解释说 是因为自己太紧张了 既然不是害怕 两年还在月光照耀下的小树林 这气氛逐渐显得暧昧 于是吴田竟大胆地主动 逼动了邮真 却对恋爱初学者的邮真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冲击 回到家后能就是小脸微红 但此时此刻的他 更多地却是在回闻阿盈先前的 上下其手 那一问显然没有阿盈 给他带来的冲击强烈 就在他有些不知所措时 却收到了阿盈的短信 来到阳台后 两人本来就是邻居 邮真想也没想 就告诉了阿盈 自己跟吴田接吻了 听到这消息的阿盈 好像有些吃惊 随即又是以预先练习为借口 亲自带着邮真体验的 法式施吻 吴田在家里还在窃息 自己与邮真的关系生机 殊不知老婆的心 早已被连给盯上了 阿盈的攻击 从这天之后变得猛烈 在马路上也敢吹气 戏动邮真 女生之间牵手 更是不会让旁人误会 但现在阿盈的做法 总会让邮真多想 同为恋爱老司机的藤原 早就发现了阿盈的不对劲 唯独吴田没有嗅到 那危险的气味 甚至邮天还主动邀请邮真 到自己家里 并且强调自己家里没人 这有什么问题吗 这没有问题 虽然目的是有些明显了 但是也让邮真更加紧张 于是主动找到阿盈请教 结果又被阿盈给逼动伤了 关键的是 这一幕似乎被身后的吴田看到了 但正常一个男人 即便看到两领八光 睡在一张床上 第一时间怕着都不会多想 所以阿盈不仅不着急 反而还怪起了吴田 说自己就邮真一个朋友 现在却还被吴田给抢走了 看到两人亲密 自己就很难受 不过这些话 吴田并不当回事 认为应该就是一些玩笑话 而邮真也回应了吴田的邀请 说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 周末就一起去游乐园玩吧 吴田听后没有生气 相反还很有耐心地选择包容 彼此的关系也逐渐升温 可反观阿盈的恋情 却出现了问题 因为腾渊想要kiss 却被阿盈拒绝 他可没有吴田那份包容 当场将不爽的情绪发泄出来 之后 两对情侣又在暑假的时候 一起去旅行 到酒店沐浴的时候 自然免不了阿盈 对邮真的上下其手 甚至吴田也没能与邮真同房 阿盈投也不回的 就是直接带着邮真进屋休息 对于这个操作 腾渊是一点都不着急 因为他已经大概猜到了情况 只要有这个把柄在 阿盈就得任他宰割 但奈何他还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直到在滑雪时 无意中看到两女 亲密无间的画面后 他知道自己可以出手了 于知道这天夜晚 他找到的阿盈 用这个发现作为威胁 成功与阿盈为爱鼓掌 并且他还不满足一次 在开门遇到来找阿盈的邮真时 竟故意让邮真看到里面的画面 邮真虽然是恋爱初学者 但也懂两人刚刚发生了什么 他不知道为什么心情 突然变得很低落 为了不达到的阿盈他们 邮真竟主动提出 今晚要跟武田同房 这也让武田误会了 以为邮真是想通了 于是急不可耐的 直接推了邮真 虽然没有直接拒绝 但是邮真别过脸的举动 竟然武田停下了行动 他似乎也察觉到了 邮真好像并不是那么喜欢他 这一夜 两人向安无视 而等到开学后 两人的关系也并没有好转 但邮真竟不是先担心两人的关系 而是满脑子都在想 没来上课的阿盈 因为最近学校突然传出 很多关于藤原的负面消息 说他脚踏多条船 等等吃烈的流言蜚语 邮真很担心 于是拿到他家 将这些事告诉他 顺便看望他为什么不来上课 但这段时间 其实阿盈每天都在跟藤原 为爱鼓掌 对于那些流言蜚语 他根本就不在意 因为他自己也并不老实 随即便直接A了上去 又一次对邮真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恰好此时五天打来的电话 他还是放不下邮真 两人也因为这通电话 重归于号 但恶趣味的阿盈 声音变得有些奇怪 但问题不大 就算被发现又如何呢 反正阿盈有十足的把握 能把自己推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 邮真就带着便当 正是与五天和好 但是五天却还是有些尴尬 于是找到藤原吐槽自己的情绪 虽然他渣 但他还是绑敲侧击一下五天 爱吃邮真 也并不是什么好人 这句话 突然的五天想到上次通话 他很想知道那次奇怪的声音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老实人 怎么可以怀疑自己的女友呢 于是便乐情地邀请邮真 放假出门 等到约定之日 邮真纠结要穿什么衣服 于是想要听听阿盈的建议 结果却看到了阿盈眼睛 于一清的模样 恰好藤原之时候 也来找阿盈 而这个于清自然是 藤原跟阿盈为爱鼓掌 玩得太嗨而导致的 想要替阿盈出气的邮真 便把藤原拉出门 教训一顿 可由于这个差距 他越会迟到了 独自在等风中等待的五天 在这些时间内想了很多 等邮真来的时候 五天已经走了 他打电话给邮真说 两人都彼此冷静冷静吧 而糟糕的还不是 这看似分手的对话 邮真虽然有些难受 五天说的这些话 但更多的还是担心阿盈 被藤原欺负的事 好家伙 老实人真的不是你这样欺负的啊 姐姐 你这恋爱出角色 比老司机还会晚啊 而之前还以为 藤原提醒过五天 是出于好心 但没想到 他却是因为盯上了邮真 还大方抉择说 下次两人亲密 可以带上自己 邮真听不下去了 闪了他一巴掌 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出在哪里的邮真 因为分手而心情低落 在半夜 进来来找阿盈 倾诉内心 阿盈是将自己的感情 毫不保留地展现 可邮真却总是不知道 如何表达感情 他总是摆出一副 受害者的模样 楚楚可怜 阿盈这次很直白地A了上去 并表示邮真 他本身 也很享受自己的主动 只要把自己当成五天 他就可以继续担任 受害者的身份 继续享受目前的一切 反正错的都是阿盈的主动 不过糟糕的是 这次亲密竟然被藤原拍到了 本来对多人运动 还只能是幻想 这次看来是可以实现的 用照片作为一切 很显然邮真也得服从 但阿盈却没有让他得逞 而是抢走手机 删掉照片 让邮真先离开 之后要发生了画面 邮真的脑子就会自动形成 好像是自己的不作为 害了阿盈似的 在这件事之后 阿盈找到了五天 他最后想明白了 是自己的行为不对 所以想要帮助五天 跟邮真修复关系 而自己则跟邮真恢复到朋友关系 一切的一切都是阿盈造成的 似乎只要阿盈停手 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 也不会那么混乱 但现在阿盈停手了 邮真却难受了 他已经被撩得心愿意马 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谁了 不过当他看到阿盈在女服店上班 他竟然很生气 好像吃了醋一样 虽然这里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点 但难免会被人开油 看到这个画面 他竟然很生气 于是马上去找藤原 让他管管自己的女友 结果藤原就告诉邮真说 阿盈想要攒钱 然后离开你 这句话极竟让邮真傻了 他也顾不上真实性 开始缠着阿盈 为此也去女服店打工一天 现在邮真的心神 一下子全放在了阿盈身上 所以自然又是冷落了五天 但对此五天其实也早习以为常了 就连一次邮真发烧 他想要去看我 结果是亲眼目睹了两女亲密的画面 但他还是没有联想到那些H的事情 被阿盈随便忽悠几句 竟然就这样过去了 而这次机密并不是阿盈主动 而是邮真出手的 他终究是用身体回应了阿盈先前的撩拨 从这之后 两人亲密的画面开始增多 那百合开关被打开后 直接一发不可收拾 但现在他们两人在名义上 其实还是有男友的 并且两人也没有明确关系 所以邮真继续跟五天纠缠不清 而阿盈跟腾元其实并没有爱 故事到这里也在讲明白 其实阿盈随随跟那么多人交往 也只不过是为了引起邮真的注意 这份感情从小就一直存在 因为小时候他老是被欺负 同时邮真站出来替他出头 他早就跟腾元有了约定 彼此互相不干扰对方 不过如果有什么要求 也得互相满足 这也是为什么这件邮真 能逃出腾元魔掌的原因 后来邮真与五天再次碰面 两人突然没有之前的束缚 沟通起来竟然变得很流畅 归咎原因还是因为这次邮真 也没隐瞒他喜欢上了别人 五天也放弃了 但并没有生气 相反还为邮真出谋话车 真我虑我自己 于是在五天的鼓励下 他也找到了阿盈坦白的感情 但这次阿盈却没有证明回应 而是说我也喜欢你啊 好朋友当年喜欢的 这个回应让邮真懵逼了 并且他还亲眼目睹了 阿盈跟腾元亲密的画面 他顿时才反应过来 阿盈还有懒忧 但是当他得知腾元的暴力行为之后 邮真这次不再退缩 他先是又一次找到了五天倾诉求教 在多重动力之下 这次邮真的表白极为乐情 西洋下这靠北两女终于在一起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我个人感觉 如果结尾是女版成哥 或许又是一部神作的诞生 虽然这部班的剧情已经够神了 但结尾却并不味疼 可前期剧情居然看得很淡疼 疼又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老实人五天却什么都没有唠到 最后还是良女幸福圆满 成哥死前起码风流过 横述五天这老实人才是最惨难住 并不 如果有看过原作的人 应该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 其实他也挺幸福的 难道不是吗